謝謝主席 本席想邀請部長 有請部長 部長 我想我們先偏離今天的主題 因應目前日本的狀況 那我們要關心我們的孩子 現在 報導上面說 又一個 這個何場呢 爆炸 3號正在爆炸 那如果正在爆炸呢 依據風向的關係 東北季風 很有可能 爆炸之後在北邊 會往東京吹 包括我的小子女都在那裡 所以我要請教 本席要請教 就發生了日本 這個九級的強症 我們針對於 我們的留學生 載日的學生 那麼目前 東北大學 這31名 據聞 是今天早上 會用車子 把他們載出來 離開仙台 那麼要請教 離開仙台 接下來的動作是什麼 在東京的這些學生 會不會受到 東北季風 這個輻射線 的一個影響 請教我們的運營措施 是那個 東京我們住入經濟文化代表處 今天早上九點鐘 已經租遊覽車 在東北地區留學學生 在離災區 比較倾向於讓他們 暫時先返國 這31個直接回來 對因為日本目前政府 既按將考慮 是管住人民車輛 在外面移動 所以你現在 這些人 沒有辦法直接移動 請教 是只有針對 東北大學 這31個 就直接返台 還是我們 所有在日的學生 都要儘快 緩台 不會啦 在 流日他有五千多人 他也不是在 嚴重地震災區 東京的部分 需不需要請他們緩台 應該沒有這個規劃吧 如果今天喔 部長 現在隨時訊息萬變喔 什麼人也不會去想到 也不可能會想到 流浪海嘯戰恐怖的 出標準 世界中改變 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已經可以預測 風向的確是會從今天開始 往東北方向吹 那東北方向吹 包括東京 香港 是不是會受害到 我們要怎麼樣去應對 因為 本席也肯定 在發生的時候 教育部立即 來開放專線24小時 我還要勉勵 一定要24小時 哪有人在那聽啊 哪卡到沒人聽啊 不會啦 對有人聽 所以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所以因為在台灣的家屬 也非常的緊張 包括我妹妹的孩子小子女 只有醫生媽媽就斷掉了 家屬非常的緊張 所以在這樣情況之下 每一天的訊息萬變 現在爆炸 東北季風到底 我們在東京的孩子 會不會受到輻射的這個影響 有沒有 沒有 要請他們 儘快回台的這個 準備 在什麼樣情況 要請他們 回台 那麼我們要怎樣 跨部會 回台不太簡單呢 要回兩支支 我們是不是教育部有 跟外交部有 跟交通部 原子能和委員會 原子能和委員會 因為總統已經提升到 國安的會議 那這些必須立即要做的 個人夠個人的打嘛 我們的孩子我們要怎麼救 請教部長 是我想 東京那邊經濟文化代表處 他們一定會做最好的危機處理 那目前我們留學生部分 就是東北 這個六十幾位同學 我們早上派遊覽車去 把他們接禮 希望如果說他們要回國 把他們送回國內 那東京的部分目前 大概不是最危險的地區 因為地震之後 這個整個輻射的問題 應該是整個全球性的問題 請教 如果這些孩子沒有辦法立即回國 要安置在哪裡 他離開了仙台 我們現在要安置在哪裡 是由我們教育部來安置 還是外交部 經濟事務部來安置 誰來安置 代表處外交部會做處理 有沒有 因為像本席的小子女 在當天晚上她在街頭 一直搖 房子一直倒 我們不知所措 我們很害怕 所以本席不希望 因為本席也經歷過921 我們不希望再有讓孩子恐慌 的這個形態 我們應該要立即去了解 再出來 沒有辦法立即回國的 這些要安置在哪裡 這不是一個人 到底我們是究竟 到底我們是究竟 這個飯店裡頭還是怎麼樣安置 應該要讓國人都能夠了解 所以本席剛剛在記者會 也要求政府 應該要立即定時 來給國人說明 到底目前 我們的核安安不安全 我們的安置情況 究竟是如何 我想這兩天放假 我們教育部也都是在 早上 這個11點跟下午5點都有定時提供 家長心急如魂 接到東京之後會安排 訂機票回國 如果說他要留在那邊不回來 我們會幫他組房組 助理館 我們教育部還是外交部 教育部 教育部會做處理 是我 這大家說得清楚 因為這都是緊急狀況 所以本席也希望 大家很努力 但是這個做 一定要做得有效能出來 不要讓孩子流落在街頭 我聽到很辛苦 當孩子給你講 上帝啊 耶穌啊 管理佛祖啊 你一定要保護我 我很害怕 你看這個孩子 未來的心理輔導 要怎樣去做 所以本席也具體建議 這些孩子 不管回國 或者是在當地 我們教育部 絕對有義務 針對心理諮商的部分 一定要去做協助 因為我們光光921 本席的團體 我們連續做三年的心理諮商 還有部分 沒有辦法去開懷 所以這個經歷 我們一定要立即去做 好 謝謝 我生氣 謝謝 好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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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